OK 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的这个大学运校反媒体垄断法的辩论的邀请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持人 时报周刊的社长夏真 这场比赛的辩题是我国反媒体垄断法应纳而入网路电信 接下来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场的评审老师们 文化大学蔡伟蔡教授 台一大广电器教授赖翔卫赖教授 还有玄奘大学陈伟之陈教授 接下来介绍比赛双方的队伍 正方是政治大学B队 来 正方一辩游修红 正方二辩萧敬寅 正方三辩江运泽 反方的也是政治大学A队 反方一辩周锦赫 反方二辩赵一夫 反方三辩 廖修武 各位学弟妹 我也是正大毕业的 看到你们抽签运真好 奶油桂花手不知道谁抽的 看到你们自相残杀 虽然心中不忍 但是只能请你们自己加油了 我帮不上什么忙 待会儿谁都不要让谁 但是回到校园区之后还是要打招呼 来 这场比赛我们踩奥瑞刚554制 声论级直询答辩各五分钟 节辩四分钟 我们会在时间到的前一分钟按您一响 请示范 时间到前三十秒 按您两响 请示范 时间到的时候会按您三响 请示范 这个时候请台上的辩识就要停止发言 那我在这边宣布 比赛会在零响一分钟之后正式开始 请各位把手机都要关掉 这个我特别提醒 因为我上场主持的时候 结果唯一没关手机的是我 OK 好 谢谢 了 esselvär人 这样啊 好的意圣 然后你流动 好 現在比賽開始 請正方一遍上台升論 問候長各位 反媒體壟斷法的立法目的為 為落實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規範廣播電視事業之整合 防範言論過度集中與跨媒體壟斷 維護新聞專業自主 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特制定本法 因此 針對有線電視 廣播等系統業者 在相互整合與整體規模上做出限制 以避免資訊單一化 正式本法的立法邏輯 根據新聞學期刊 媒體產權集中 會影響媒體內容的多元性 不只影響人民知的權利 也會控制人民知的自由 媒體產權對資訊的影響力過大 因此 媒體產權應該要受到限制 然而除了傳統電視 廣播 電影等媒體業者之外 一般大眾與網路服務整合廠商 也成為現代人們重要的內容提供來源 但今日的反媒體壟斷法 只在傳統媒體上有所規範 在新興的網路電信產業上卻漏洞百出 首先我們討論 首先我們在IPTV的部分 根據工研院的研究資料我們知道 現在的IPTV產業分成三種種類 第一種種類是二類電信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例如Web TV或High Channel 第二種種類是有線電視所提供 藉由風包系統所提供的多頻道整合節目 例如一般的風包節目 第三種IPTV是一類電信網路經營者所提供的 例如MOD的服務 在這個部分 只有第二類電信 會受到反媒體壟斷法的制約 而第一類跟第三類電信 因為屬於電信的內容 所以不受反媒體壟斷法的制約 因此 在反媒體壟斷法中 從第19條的年平均收視上限的15%的限制 與第20條有線電視 不可與製作節目的頻道商過度整併 例如其控制頻道數不可超過總數的10% 這些限制只有在第二種類上面會受到限制 然而第一三種種類上完全不受限制 可以無限擴展其規模與收視率 與反媒體壟斷 欲保障多元言論的初衷背道而馳 若在有線電視上我們拒絕此一現象 那麼換成電信業經營IPTV時 我們也不能殺手不管 中國時報2013年3月報導就指出 NCC為了防止有線電視平台發生壟斷 而從層部下把關 規定有線電視台不可以自制與代理15個頻道以上 但IPTV卻可以 電視台新聞合計收視超過5%就算壟斷 但IPTV的新聞台卻沒有這樣的束縛 中國時報5月28號的報導中總結指出 在數位匯流時代網路與傳統媒體的主從關係已經反轉 從反媒體壟斷法忽視網路MOD與電信服務 的確確有不當 今年3月報導更直指MOD跟網路已經成為反壟斷的漏網之魚 而第二個部分 對於影響力日漸增大的電子媒體也沒有納入反媒體壟斷法中 在反媒體壟斷法裡面只針對報紙期刊的閱讀率與規模加以規範 而未將相同的內容只是載具不同的電子報等網路媒體納入考量 就邏輯上而言電子媒體是傳統報紙概念的延伸 只是將呈現方式由傳統紙張轉為電子檔之文字 其內容仍然是傳統媒體利用其產權甚至網路等更高速傳播的方式 傳遞資訊以擴大其影響力 其次就實際上而言對於沒有訂閱報紙的家戶 其同樣能從該家媒體電子報上獲得相同的新聞資訊 也就是說傳統報紙跟媒體之間有相同有極高的替代效果 當同樣的新聞藉由不同的媒體靜態文字播送時 卻未包含於計算範圍內顯然又是反媒體壟斷法的立法疏漏 因此我方將網路電信納入反媒體壟斷法中 細部制度比照草案中跨業經營與產業規模的限制規定 將IPTV納入有線電視計算 電子報也納入傳統報紙的市占率加以計算 進而得出媒體之佔有率與影響力 若該公司以達反媒體壟斷法所定義的情形 則禁止我們會禁止其合併其他產業媒體 若其仍執意孤行則比照傳統媒體過度併購之處理 強迫釋出股權 隨著近代數位匯流的趨勢使得網路電信成為媒體重要的一環 媒體多元自由的保衛戰場也該隨時代擴展致詞 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以經由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佈 形成公共討論的自由領域 以達反媒體壟斷的初衷 仲上所述我方認為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該納入網路電信 謝謝各位 好 請反方二變上台質詢 謝謝主席 各位好 東方二變 您好 東方二變 您好 我先確定一下 您方剛剛說反媒體壟斷法 最重要是避免資訊的單一化對不對 對 那您認為造成資訊單一化的各種原因 是因為媒體的產權集中 對 那請教一下 只有這個原因嗎 主要是這個原因 東方二變 我想請教一下 它這個東西本身有資訊的選擇權 是不是重要的原因 而且也是必要的前提對吧 對 如果它不能夠選擇資訊的話 你也根本不用 就算它產權再大也不能壟斷資訊對不對 對 不對 東方二變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只是電話 它產權就在很大 怎麼壟斷資訊 來 東方二變 這個其實有前後的因果關係 例如 東方二變 那我確定一下 資訊的篩選權是必要條件 沒錯吧 對 沒錯 對 您也知道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資訊篩選權 到底是在媒體的手上 還是在閱聽人的手上 是不是一個關鍵因素 對 但是 謝謝 感謝 是否擁有 東方二變 我解釋一下 您知道好 是否擁有 是否擁有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是否擁有控制權跟產權有極大的關係 我方資料已經有解釋過 對 東方二變 那您是對現在法條還不夠熟悉 我等一下會解釋給您聽 謝謝 那再下一個問題 那您認為 現況之下 至少要管制頻道 或者是系統商 或者是系統商 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個資訊的選擇權 對 而且如果他產權過大就會使他這個資訊水源就被濫用 對 可是即使 東方二變 我解釋一下 可是這其實是兩層的把關 兩層 第一層是 兩個都叫作必要條件 對 兩個都叫做必要條件 所以在兩個部份都要進行 就是其中一個失去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個結果對不對 對 你也知道 可是一樣的 那最後沒有 謝謝 那我們來看現狀 我們現在看現狀 所以您方認為現在台灣 面臨是媒體產權太過集中 而造成資訊單一化現象嗎?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這樣的疑慮 那代表現狀下市的問題嗎? 政府應該事先預防 好 那我再問你 如果媒體產權不集中 太過於分散 有沒有可能造成資訊單一化現象? 當然就沒有啊 你覺得不可能? 不合理? 比率很少 那你就完全誤解媒體的現況 來 我們來看這份資料 他現在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台灣的狀況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台灣的狀況 就是像台灣新聞 都沖著新三社 業配置物進行銷等等 這些單一的資訊 那它的原因是 都與媒體壟斷或言論集中無關 而是因為過度競爭導致營收不足 你方知不知道? 這個資料的內容是 它的說新三社的業配內容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是不是就是一種 言論過於單一類型的狀況? 都只有新三社 你覺得這比較言論單一化? 不對 都只有新三社新聞跟業配新聞 你覺得不叫言論單一化 我確定一下 都只有的情況 叫做言論單一化 對 你也知道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跟事實不符 跟事實不符 那您方有任何的相抗舉證嗎? 來 東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另外一種情況是 我想看你有沒有相抗舉證 可能說台灣現況之下不是這樣子 那 東廟 那如果您方擔心 那我再往下看 第二 第二問題 網路的部分 您認為網路的資訊選擇權 通通都在我業者的手中 資訊選擇權 通通在 主要在選擇看什麼樣的資訊 主要在業者的手中 您方確定 有很大一部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份資料 來 謝謝 東廟 我們來看下一份資料 今年的統計 現在網路的使用狀況 以今年六月為例 一整個月中 現在主要 我們瀏覽了有293億個 293億 2千9萬個網頁 平均每位使用者 造訪4.64 而且瀏覽共240 2464個網頁 這份資料在我方的制度下 是不管用的 因為我方沒有管 我只確定一件事 我確定的事情是 在網路上面的選擇權 我要看什麼資訊 到底是在業者手中 還是在業庭人手中 他只有說流浪很多 可是選擇權 對 謝謝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樣的一個資訊選擇權 你認為 跟其他所有傳統媒體能比嗎 東廟來 我方管制的是 東廟你搞不清楚 我方的管制內容 東廟你誤會的現狀 東廟你誤會的現狀 可以解釋一次嗎 東廟這下一個問題 最後一件事情 你認為現在關於 東廟我想解釋 東廟您方二遍可以解釋 最後我問一個問題 你認為現在的電信 像MOD這種東西 現在是沒有管制是不是 對 東廟你說它是什麼類的東西 在反媒體擁斷法 第一類電信 第一類電信 沒錯吧 那第一類電信受什麼法管制 電信法 那電信法 你知不知道它裡面已經告訴你 不可 固定業務通訊管理規則嗎 不可以不公平對待 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首先第一個 它不能夠經營內容 你方知不知道 東廟這個部分 是因為它有黨政軍條款的部分 所以MOD不可以 不對 電信法本身 二十六支一條 就已經很明確地指出 它不可以 對不同的上架頻道 有不合理的待遇 二十一條也指出 這根管理五萬 你講的 這個有缺漏 這個有立法勾動 不公平 就可以 不可以不公平的對待 可是合理的 就公平的 掌架 那你知道它合理理由是什麼嗎 不可以掌架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東廟 請正方 請反方一遍上台聲論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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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媒體壟斷是指 媒體整合其他相關事業 規模擴大自主義 危機言論的多元性史 因為聽人的資訊 來源去於單一 在因此在討論哪些產業 因放入反媒體壟斷法管制之前 必須先了解到 產業規模擴大之後 是否會產生言論集中化的風險 若沒有此疑率 則無管制必要 反之亦然 再者 台灣目前媒體環境是否有增加管制之需求 也是有待正方積極舉證的 我方將先從媒體壟斷的方式 以及其如何衝擊言論的多元性 來解釋為什麼 傳統媒體產業需要以 反媒體壟斷法管制 而網路電信不用 首先 媒體壟斷的手段可分為 水平整合和 垂直整合兩種 水平整合是指 媒體業者透過併購同質的競爭對手 如暴社與暴社之間 以擴大自己的市占率 因此當市場被壟斷時 資訊提供者就越少 喪失言論多元性的風險就越大 垂直整合是指媒體業者 透過併購上下游的事業 例如系統經營者買下一家廣播電視事業 當上下游的事業都掌握在少數的媒體業者身上時 極有可能出現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如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拒絕授權 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拒絕播出 或藉此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 由此我們發現 市場的壟斷將使特定的大型媒體業者 掌握了話語權 他有權力決定勘載或排除哪些資訊 而閱聽人卻毫無選擇的空間 只能被動接受 所以傳統媒體如頻道 系統 報業等 用反媒體壟斷法管制是合情合理 然而網路電信和傳統媒體卻有很大的不同 這樣的不同使網路電信不會造成言論的單一化 第一個不同是 人們使用網路和使用媒體的習慣不一樣 根據Comescron Media Matrix報告 2013年6月 台灣共有1190萬位不重複網路使用者 共花費172億5800萬分鐘上網 瀏覽293億2900萬個網頁 平均每位使用者造訪54.64 使用24.2小時 瀏覽2464個網頁 此項資料證明了 台灣人在網路上獲得資訊的來源 非常的多元 毫無言論單一化的風險存在 再者 網站種類千千百百種 好比說台灣網站流量排名第八的卡提諾論壇 就是個境外的社群網站 排名第十的露天拍賣更是無關言論 這樣的網站能不能對方便有想要一併管制嗎 因此管制網路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至於第二個不同是 電信和傳統媒體它的本質上並不相同 本次遍體所要討論的電信為 與言論市場相關的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服務 俗稱MOD 它和頻道不相同的是 它並不涉及內容播送 僅僅是個傳播資訊的載體 它比較像是系統 然而兩者卻存在技術上的關鍵差異 使得頻道使得系統必須受到反媒體壟斷法的管制 而它不用 傳統媒體以有線電視為例 它的訊號傳輸是頻率越高 也就是頻道越多 它的訊號傳輸的衰減速率就越快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家裡面的第四台 我們的頻道越後面它的畫面就越模糊 越不清晰 所以對於系統商而言 由於頻譜有限 自然有權力決定哪些頻道可以上架 這樣的權力在市場壟斷的情形之下 使得系統商可以自一的篩選資訊 嚴重的威脅到言論多元性 所以反媒體壟斷法來規範是必要的 反觀MOD這種IPTV技術是利用網路寬頻 提供電視上使用互動式的多媒體服務 打個比方 這種技術就好比是在網路上看影片 你影片有多少我就可以看多少 因此畫質和頻道的數量並沒有上限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電信法和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可以直接限制MOD的種種經營行為 例如根據電信法第21條直接寫明到 電信事業因公平提供服務不得有差別待遇 電信法第26條之一更規範的9項禁止行為 以及固定通信業務管理條例第61條 MOD經營者必須無差別處理各頻道的上下架業務 同時亦不可干預頻道節目內容 由此可知MOD和系統並不相同 不能篩選資訊 當然也不會有言論單一化的問題存在 如果對方便有認為要用新的法條來規範 則必須認證現況下的制度有何問題 最後管制MOD就好比是為了防止報業的言論集中而已 並管制印刷業是搞錯對象 真正會造成問題的是資訊的提供者 管制對象就應該是頻道的節目而非MOD 眾上所述 基於傳統媒體和網路電信的本質不同使然 又目前早有專法規範 我方實在不明白網路電信 對言論資訊的單一化究竟何罪之有 所以我方認為反媒體壟斷法不依納入網路電信 謝謝各位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詢 請 請 請 我先確認一下您方是反對網路跟電信 納入壟斷法裡面還是反對反媒體壟斷法先確定 如果您方論證的現況下有必要管制 那我方也不認為那兩個應該納入反媒體壟斷法 剛剛被我說你是兩個都打完對不對 你既想要反反媒體壟斷 你也想要反其他方論證成功 網路跟電信也不應該納入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方承認反媒體壟斷他的立法宗旨 但是你必須論證他這個立法宗旨適用於台灣現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即便您方論證 我了解您方的戰術了 我們先往下看 對方便有第一個部分 您方剛才是不是在聲論裡面誤解了 我們其實在管制網路的部分 我們只是管制網路 我方沒有誤解 我們只是管制就是這個電子報 你管制電子媒體 但是對方便有 那你在其他部分的論證到底是怎麼回事 新聞不一定只能PO在電子報上面 所以您方的意思是其他PO在其他地方的新聞您方不管嗎 對方便有轉貼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被計算進入瀏覽量嗎 不一定 對方便有為什麼不一定帶您方舉證 有些論壇本身就可以由網友自己提供資訊 它就是另一種新聞 對方便有 那我直接 對方便有我現在只想管制電子媒體 你有沒有辦法跟我挑戰為什麼電子媒體不能納入管制 好 如果您方只想討論電子媒體的話 那我方認為也不需要管制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傳統報業已經管制 您方自己在意變的時候說它是傳統報業延伸 如果你傳統報業有照照管制的話 電子媒體其實不需要管制 對方便有 關鍵在於 如果我們肯認傳統的報業本身 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它的產權延伸到網路上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管 如果您方所有的新聞都是從報業裡面擷取出來 貼到網路上的 有方認為其實沒有管制的必要 再者第二個回應 對方便有 你沒有解釋為什麼沒有管制的必要 為什麼 原因是如果它在報紙上刊載的新聞內容就是OK的 它在網路上的新聞 就不會是您方所擔心的那種新聞 對方便有我們在算市占率 換而言之 聽我講完 你電視播一次的時候 電視看到的人 跟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電子媒體的人 是不是不一樣 這時候為什麼那裡的市占率可以漏估 那您方也沒有解釋網路上的市占率要怎麼算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問嗎 我方待會繼續解釋 你方可以現在告訴我 這是我的資訊時間 我問下一個部分 MOD的部分 您方認為現況下的管制夠 原因是因為有固定通信傳播準則 跟電信法對不對 沒錯 方便有它是不是指說公平的上下價 那我可不可以公平的把價格很高 這樣算不算公平 為什麼 現況下法律有NCC有 工程交易法對不對 現況下NCC有規定 它的上價費用不可以超過80萬元 好 先確定一件事情 所以您方認為 它身為一個系統業者本身 對內容沒有任何的控制權利 它不是系統業者 它是第一類電信 對方便有 好 詞彙上面的出文 對方便有看這邊 這是法條商的定義 2011年1月7日 NCC舉行記者會放寬MOD的管制 同意放寬中華電信MOD 可以協助頻道營運商 對它只有協助它不能經營 聽我唸完嗎 協助頻道營運商組合頻道 宣傳行銷 代收賬款機 代處理消費爭議 以提供消費者更優質的服務 換言之 未來MOD可以協助頻道營運商組合頻道 這可能已涉及內容 未來如何發展值得商榷 可能已涉及內容 但它並沒有確認 我先確定一件事就好 換而言之 它對於內容本身的影響 並不是照您方所說的 這麼完美 所以對方便有 它問題是NCC放寬限制 對方便有 這是現況 您方要變動現況嗎 您方要不要變動現況嗎 就算我方要變動現況 您方也要必須認證說 不要推決任責任 您方要變動還不變動 在這個原則底下討論 在這個原則底下討論 它其實這個 有沒有控制權 沒有控制權 為什麼 我已經可以對於頻道的組合行銷本身 產生實質的管理影響了 我只有協助而已 我承認它的影響力 不是直接跟電視可以做類比 但它有沒有影響 我先確認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有影響 但是不會造成資訊壟斷 所以您方接著 已經確定有 只是擔心程度 那接著跟你討論程度 方便有 為什麼 今天其他同樣在有線電視裡面 當他做IPTV的時候 他同樣也受到了這個原本的法令的規制 可是我們一樣要管制它的產權 可是電信業可以不用 我方不懂您方的意思 我方的意思就是 現況下本來在有線電視 跨足IPTV的時候 就有兩層法令的管制 他原本就受有線電視法的管制 而他也受了反美容法的管制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我們在內容跟結構上面 都做出了管制 比您方只管一層來得好 我方不懂為什麼多管一層叫好 因為它本質又不一樣 方便有來邏輯一貫 所以您方認為不需要反美容斷法嗎 我方 您方認為在有線電視法上面 這前面我方就回應過 再多加一層 反美容斷法的管制 如果您方已經論證到台灣有這個問題 我方認為也無不可 那只要論證這件事情 我方是不是在電子報的部分 跟MOD的部分 就應該要納入 這是第二個回應 這個地方 我們方不能讓步 您方剛剛說那理由是 我方議是說 您方論證現況下 台灣有媒體集中化的風險存在的時候 就應該要納入 但是MOD跟網路器 並不需要 您方剛剛說現況下的 大家的很多的新聞本身 因為新產社 原因是因為太多頻道 對不對 過度競爭導致營收下降 來 兩方便有 我們有沒有說你不能整病 還是我們已經限制了你整病的上限 謝謝 請正方二變上台聲論 問候在場各位 根據剛剛對方對我方所做的攻擊 我方做一下整理 剛剛對方便有在第一輪質詢答辯中 認為產權集中跟選擇權 可以拆成兩部分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根據剛剛我方依稟也指出 陳炳宏教授的論文是怎麼寫的 他說 產權集中是媒體在大肆併購之後 把可能會聯合五六家報社 五六個新聞媒體 五六個頻道節目 這個叫做產權集中 但是選擇權呢 如果我是一個月聽民眾 即使我有多元數量的選擇權 但是不論我是選擇自由時報 聯合報 XX日報等等 但是如果他們的老闆是同一個 我在網路上看電子報的時候 他們的總裁 他們的控制者是同一個 即使我是從不同名稱的報紙上得到資訊 但是我得到的資訊 是不是幾乎是同一個來源 這就是為什麼陳炳宏教授會說 媒體的產權跟你選擇的時候 你有幾份報紙這種數量的多元 是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對方表演還說 他們提出現況下 反正媒體都是報心三色嘛 都是單一資訊嘛 反正你們也是怕單一資訊 現在單一資訊都存在了 那就不用管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現在單一資訊的存在跟出現 是來自於媒體 像這樣對方表演我剛剛所說 媒體在過度競爭後素質的關係 但是我方怕的是什麼 今天我方怕的是 媒體在產權非常集中 被無限制的併購機壟斷之後 這樣子他們出現的單一資訊 就不再只是存在於心三色 而是他們一旦要播送任何的資訊 任何的訊息 都會由同一個消息來源所提出 再來我們來分辨一下 今天對方表演對我方所做的攻擊 首先今天對方表演對我方所做的攻擊 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在網路的部分上 他要認為我方沒有管制的需要 因為他方認為說 網路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地方 很雙向 根本是無限的 你不需要管制 但是根據我方一遍跟三遍 剛剛在所說的就是說 就是因為網路的無限與否 跟一個媒體他在那網路 或是普通言論市場 有沒有影響力 這是兩件事 也就是說今天 對方便有必須告訴我方說 今天媒體在產權化上 因為他本來在實體下面 有報社有電視台 就有影響力的情況下 為什麼他換了媒介 換了載體 在網路上一樣播送訊息的時候 卻不用被管 但是對方剛剛質詢答辯的時候 說出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他說反正你這實體報業都管了嘛 他們只是把新聞複製貼上 那在網路上就不用管 但是如果我是一個想要 想要投機取巧的業者 我能不能在實體報業下 確實遵守規範 但是在網路上 我卻不遵守這樣的規範 我一樣發送出 許多不公平的資訊 可是反正網路沒有管我啊 是不是這樣 再來 在可行性的部分 對方便宜還告訴我方說 今天他方認為 我方在可行性的計算上 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方跟他依辯的時候 新聞也許沒有說清楚 但是沒有關係 根據政治大學論文指出 現在媒體 我們在網路上的閱讀率 有九種計算方式 除了點閱率 到站人次 還有很多廣告的閱讀率等等 現金下廣告業 他們的收入 就是依照這種計算人次的標準 難道對方便宜要說 現在廣告業 都是白花錢 白付費嗎 不是嘛 所以今天 我們當我方 已經可以證明說 在媒體 在網路上的流覽人次 流覽率 是可計算 可執行的時候 對方便宜是不是 不應該在質疑 我方的可行性部分 再來 根據Google的消息指出 他們已經有一項專利的系統是 他們可以清除 那種不小心點錯的東西 這種實證可以在哪裡發現呢 也就是 Sony跟環球 他們在YouTube上面有派打手 想要 就是衝高級的點擊率 但是YouTube 立刻把他們刪除了 20億的 這種亂點擊的次數 由此可見 我方在可行性上面 是可以達成的 再來 我們來討論 所謂IPTV的部分 上面有提出的論點是說 反正現在 公平交易法 固定傳播通訊規則 都有管 但是其實 他們管的是什麼 管是要公平上架 你們不可以差別待遇 但是什麼叫公平 我方不知道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想要上播的頻道業者 他對我不公平 我要怎麼舉證 再來 根據我方剛剛有拿出一份論文 想要說的是 今天MOD的系統業者 他在跟頻道業者做上架頻道之前 都會簽一個民視契約 一旦頻道業者違反民視7月的時候 他就可以立刻自行的把那個頻道下架 但是7月的條文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公不公平 這個很難說 在我方剛剛三遍也舉出一個東西 OK 謝謝對方表 請反方三遍上台質詢 各位好 各位好 東方表你好 東方表你好 東方表我確認一下 我們新增立一條法條 管制人民自由的時候 應該要確立 這個法條是有侵害的正當性 沒錯吧 沒錯 所以如果沒有正當性 這個法條就不應該存在 是 東方表我想請問 我確認一下 你放類比是指電信業者 有些MOD 它的影響力跟言論篩選能力 跟系統業者一模一樣 所以應該要放入反媒體壟斷法嗎 對 是好東方表如果不一樣 就不應該放進去 沒錯吧 對 但是我方認為它是一樣的 因為它就是跟原本 它都同樣是 在電視節目 我跟妳討論它是不是一樣 好東方表我方剛剛聲論跟質詢的時候 都確認過 事實上現在MOD受低類電信跟電信法管制 沒錯吧 那電信業管制它必須要公平公開 成為一個開放平台 讓所有人都可以上架 這妳方也知道吧 對知道 好那請問 在一個完全開放平台 所有頻道都可以在MOD上架的情況下 它如何做言論的篩選 非常簡單 剛剛我方三遍在質詢的時候提出 提出的資料是說 就算 我們來類比一下 你說MOD可以幫助頻道商做包裹 頻道的包裹 不對不對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沒錯吧 不對不對 我要講的也不是這個 我要講的是說 清華大學有一份論文也指出 就算MOD上的頻道 是沒有限制有幾個頻道 但是頻寬是有限的 也就是說 今天我是一個MOD的系統業者 我可以給你優先次序 它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 它的頻寬是可以分配的 我只給你這個頻道30%的頻寬 給另一邊70% 這樣在我是月聽民眾 我接收到的時候 整個畫質速度都有落差 這個就是優先順序跟不公平 請問一下 如果一家頻道 它的節目比較多 我給你比較多的頻寬 這很合理對吧 沒錯吧 如果你的節目比較少 給你比較少頻寬 這也很合理 沒錯吧 我講錯嗎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中華電信有這種選擇的自由 是很正常的 沒錯吧 給你頻寬這件事情 能不能夠決定你頻寬裡面的內容 你可以告訴我嗎 能不能決定 不能 但是 這就可以證明 電信業不能 不能決定言論選擇 第二個問題 我沒有說他不能決定言論選擇 他既然不能決定內容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他們在系統業者 讓頻道業者要上架的時候 他跟針對制度上簽條約 針對頻寬上技術上 都有控制的能力 所以一旦他們整合的時候 真的會像您方說 那麼公平嗎 我不知道啊 對方便有認為 MOD有的中華電信 可以藉由一些 營業上面的阻礙 去影響頻道商的營運行為 你的意思是這樣 沒錯吧 是 好 但是您方要立這個法 您方必須要證明 這個影響行為 跟系統業者是一樣的 您方有證明嗎 沒有吧 因為系統業者 必須要受到管制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挑選頻道 要不要上架 沒錯吧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雙方不具有同樣的權利的話 您方要至少說明 MOD的影響力 跟系統業者的影響力 不 我方向說明的 不是說他們兩個影響力 有多麼的一樣 我方向說的是 今天當系統跟平台的整合 它有一定的控制權的時候 所以當它在一個 壟斷或獨佔的狀況下 我對MOD有控制權 可是我沒有辦法影響任何頻道商 為什麼沒有辦法影響 我今天在頻寬的篩選上 我給你很低的頻寬 根本就看不到 電信法會罰他 電信法怎麼罰 我舉例來講 就好像中華電信 現在也可以歧視網站業者 我給你YouTube很窄的頻寬 這現在也做得到 沒錯吧 但是會不會很奇怪 剛剛又跟我說他不會歧視 然後又跟我說歧視又有人罰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 營運的自由 是中華電信本來就有的 第二個 就算有歧視問題 現在電信法 也有法條可以處理 因為MOD上面的頻道 就跟網站上面的影視是一樣的 如果網站可以處理 那現在電信法就可以處理了 寧方先論證 沒有這個可能 沒有法管得到 寧方才把它納入 法媒體管制法 對方便喔 剛剛我方說 電信法有管 但是管什麼 只管公佈公平上架 但是剛剛我方 剛剛三遍問您說 今天你在系統跟平台整合的時候 有沒有收視率低於15%的限制 電信法也沒有 但是為什麼同樣經營IPTV 為什麼有人要被管 有人卻不用被管 好 如果你的問題 僅僅只在於有線電視經營IPTV 它要被管 那其實這個法 它放錯地方了 它如果使用 它提供的是電信服務 電信業務的話 它應該會放在電信法裡面管 受跟MOD一樣的法管制 所以今天對方便喔 要把有線電視 對方便喔 對方便喔 今天這些IPTV的節目 是所謂的數位化網路化夫 他們為什麼受電信法管制 因為提供的人是電信業者 但是第二類人是有線電視啊 電信業有分兩類 第一類跟第二類 請反方二變上台聲論 謝謝主席 各位好 我們回頭過來整理一下 今天的狀況 今天正方的意思很簡單 他們認為現在他們怕 言論市場的泰國單一 會造成我們言論資訊上 接收上的困難 所以他們認為 這個跟節來自於媒體的產權問題 但是我方守直就已經問過 這個跟節只有產權問題嗎 顯然不是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是傳統 電話也算電信業的部分 它產權太大 會影響所謂言論資訊單一化嗎 不會 因為它根本就不會主導 你的言論資訊要提供什麼 也不會篩選你的言論資訊 能講什麼不能講什麼 所以後面 你有沒有言論資訊的提供 以及篩選的權利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正方會 後續來跟我們繼續討論的原因 那我們今天回過頭來 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對方便有會認為 的確現在電信法有管制 他們也承認 只是他們認為管制不夠 但是為什麼不夠 到底要怎麼樣才算夠 我剛剛提出的標準 問他是不是 他也確認 他認為因為他跟系統商的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他應該要一起管制 但是我們以下告訴大家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首先第一點 系統商 它的確是可以選擇你要上下架 而且系統商現在有趨壟斷的問題 但是在中華電信 對方便有完全沒有論證 依據電信法指出 對方便有認為 電信法規範只有上不上架的問題 錯 法規上明明就不是這麼寫的 法規上明明指的是 我們看電信法21條 我們完全念給大家聽 電信事業因公平提供服務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不得差別處理 再看看26條 它裡面講的什麼呢 第五項 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用戶 承租電路之請求 這個叫做上架的問題 那其次像他們講的 有沒有辦法頻道打包啊等等的 服務這個是什麼 是他第八項 無正當理由對其他電信事業 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的問題 所以對方便有 你不要以為 他只管制你上不上架 他也管制你中間有什麼服務 如果你的意思是 MOD可以協助你做頻道打包 只要有頻道商們 彼此有這個需求 他協助就完全合理 就好像你現在在電視之中 如果我要跟你買廣告 你就讓我買 就是一樣的道理 這跟他選擇資訊是無關的 所以其他頻道 如果也提出同樣頻道打包的需求 他也不能夠拒絕的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這個的主導權 是在頻道商手上 它到底要不要提供這樣的服務 可是頻道商它是規範在哪裡呢 它其實規範在所謂的廣電三把裡面 所以頻道商現在本來 就是在廣電三把裡面 那如果對方沒有用法媒體統斷法 頻道商本來就已經被限制了 而不是回頭過來限制MOD 這是兩回事情 而且我們再可以往下看一看 什麼叫做本法令有規定呢 它可能是什麼狀況 它可能是 在那個第八條的第二款講的 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 以及善良風俗是電信內容為應驗者 電信事業得停止其使用 可是請教一下 這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嗎 難道對方沒有認為 反媒體統斷法之下 你如果要上載這種 所謂罰害公共秩序的狀況 你不需要把它剔除掉嗎 不可能嘛 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理解 以電信法現在的規範的情況 MOD就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它的確當然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務 可是這樣的服務主導是來自於頻道商 而不是來自於MOD 如果它這樣的平台 它不能夠提供服務 也不能經營內容 至於經營內容部分 其實對方沒有也很清楚 那是NCCD195次會議決議 它不能夠直接經營內容 所以既然它沒有提供內容資訊 也沒有篩選誰可以上誰可以不上 的情況之下 它到底要如何造成言論資訊的單一化 如果它沒有這樣的手段 它為何它產權的大跟小 會跟反媒體壟斷法有關係 這是兩回事 國方當然可以理解 你產權過大的時候 公平交易法也要管你啊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中央跟反媒體統斷法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吧 而且如果對方沒有 如果是說 只要有一點點 可能篩選資訊的東西 就應該放入反媒體統斷法 那我可以告訴你 方沒有你應該把便利商店也算進去 為什麼 因為便利商店它其實可以決定 它裡面要上架什麼雜誌什麼 不要啊 這個比電信事業還更直接啊 那寧方管不管便利商店 寧方不可能管嘛 對不對 因為它到底有沒有同樣的影響力 在言論市場上的影響力 寧方不會去管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寧方的論證 亦無情侵方便利商店 最後一件事情 我方可以認同 把媒體統斷法的宗旨 可是台灣的狀況 是不是要這樣適用 對他們沒有當然說 我們不是說你完全不能夠整合 那你整合的限度有沒有關係 其實當然也會有關係嘛 如果你的大家資金太少 你都不能好好做節目的話 那當然我們只能提供一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 要嘛是新山社 要嘛是其他業配新聞嘛 他在這樣的一個競爭環境下 他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資訊 這是寧方要的嗎 顯然也不是 所以我方希望 對方沒有先能夠論證這一點 謝謝各位 好 請正方一遍上台質詢 東喵你好 你好各位好 東喵我們確認一件事情 是 寧方要求我方的舉證責任是說 要求我們論證 MOD對人民的 資訊影響力 跟一般的報紙電視 資訊影響力一樣 對 那請問一下 東喵我方已經幫你做一個 比較簡單類比 因為你方說跟系統商很像 東喵我方問系統商 那我請問一下 報紙跟電視對人民 民眾的影響力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那為什麼都可以被納入規範呢 所以 那我們是不是要 論證 我們論證 報紙 應該要納入法媒體壟斷 法中的時候 應該要論證 它跟電視影響力一樣嗎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也知道 不是有影響力就要上架 除非你也要拐筆利商店 足夠影響力對不對 對 那您方先論證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是我剛剛講的 是您方提出來跟系統商有狀況 類似我們參加系統商做的類比 好 所以要有足夠影響力 我們就有 納入的正當性 對 而且這個來自於 它到底有沒有篩選 或提供資訊的手段 對 對 所以在於它可不可以提供 對內容有所篩選或挑 就是挑選 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有沒有直接提供內容 第二是它能夠篩選資訊 第二是它能夠篩選資訊 為什麼我電接對人民的 篩選資訊就是要間接的 OK好謝謝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這兩個 你知不知道現況下MOD管 就是不可以經營頻道的法源是什麼 知道啊 是什麼 那是在NCC有1加95號 一次決議 一直都決議這件事情 不是 我方的那份資料是說NCC 說中華電信可以進行 對頻道的經營 你可以拿來看一下 間接的經營 來 可以拿來看一下 是什麼 那我們等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確認過了 不好意思 這就是最關鍵的問題 那您剛剛知道電信法裡面的規範 是因為MOD裡面有黨證均條款 所以不可以經營頻道內容 第一件事情 就是黨證均影響是 他們在認定MOD是什麼東西 那他們那時候認定它是電信 第二件事情是電信法本來就存在 對 所以他們當時只在認定這是什麼 所以如果MOD業者 隨著譬如說電信自由化 慢慢的釋出股權 MOD就可以經營頻道對吧 不是 我方說過了 第一個MOD本質上是什麼樣的東西 這是一回事 它可以經營頻道嗎 我只想確認它可不可以經營頻道 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哪一條法源說的 因為它是電信法裡面的事業 那電信法本來就不能夠經營內容 就是這樣子 因為電信法 根據電信法一開始定義 它就已經講了 它是 重點是 發送傳輸或接收 它不是提供 那它可不可以跨業 就是 它只是說 將符合電信的定義 可是 符合電信的定義之後 我可不可以有雙重身份 這件事情它有沒有規範 那第二個問題 我們認為 它是屬於電信的這個身份 其實是比較好的 你不要把它算成媒體 你把它算成媒體 反而會給它篩選權 所以反媒體壟斷法中 就規定了 它可不可以跨足到 那個媒體部分 你現在問的是 其他媒體可不可以跨足到MOD吧 不是 你的問題是這個 MOD可不可以經營頻道 不可以啊 為什麼 現在也不可以啊 為什麼 哪一條 寧芳說的這個條文 只有說電信的定義是 經營MOD的業者 我只確定一件事 但它沒有說 我講個很簡單的道理 好 現在MOD被認知為第一類電信 那根據電信法定義 它就是屬於不可以提供資訊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它沒有說不可以提供資訊 它只有說傳輸接收訊號 信號文字的內容 叫做電信 它哪裡有接收 本來你有提供 您給我看 它只有說 沒有提供這樣的服務的話 就不符合電信的內容 但兩種都有的話 就符合電信的內容 對 它講的是 電信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位置電信 如果是的話 那油管法會有定義 等一下寧芳在解釋 但前提底下 如果電信可以經營頻道的話 那是不是就應該要有電信管制 首先第一點 比起你可以經營在管制 從根本上 它不能經營不是最好嗎 所以寧芳的意思是 MOD完全不可以經營頻道 來 我解釋一下 就算不是現況 您方也要改變現況 對不對 線況它的確是這樣 那我解釋一下 就算不是您方也要改變對不對 對 中央比喻 我先說明一件簡單的事情 如果你是真心怕它壟斷的話 與其讓它可以經營媒體在管制 不如到現在電信法 它本來就是平台 不可以經營這個樣最好 中央比喻 好 中央比喻 電信的部分 由於這個定義的不清楚 中央等下在討論 那關於這個網路的部分 中央比喻 那你要不要跟我討論 它現在有沒有篩選頻道 中央比喻 你說網路討論 可不可以篩選頻道 我想是MOD 你剛剛講過一個什麼大包的 我看一下什麼意思 來 中央比喻 中央bol治動卡 它包括了這個 隱藏性的差別待遇 它有優先權的差異 例如他可 我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好 OK 它這份是清華大學的 期末報告 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期末報告 然後呢 委託研究案 他講著這個 但是它說可能有這樣的 還是現狀的 sigh 他就說優先權的差異 這是隱藏性差別待遇 換言之 也是有可能有這樣的作為 但是現在法規下能不能 給我法規 來 都沒有 因為他說的是公平嘛 他要求是公平 那我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公定價 是不是在一個市場裡面 經過競爭 差別各個廠商 經過市場機制所訂出來的公定價對不對 是啊 那如果沒有競爭的話 怎麼會有公定價 公定價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廠商訂購 不是 頻道商彼此是競爭的啊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請正方三遍上臺聲論 問問戰場各位 先收割戰場 專門我剛才在整輪二遍聲論的時候 完全沒有對於網路我們管制電子報的部分 有任何的反駁 我方認為這個部分已經到三遍了 我方已經在網路的部分得勝命題 原因很簡單 因為網路本身電子報 就我們視之為是傳統報業的產權延伸 換言之我們真正的關鍵在於 如果明明你今天身為一個有線電視 或是你是身為一個報紙的報業的業者 你本身你的市占率在你發行報紙的時候要被收到計算 可是為什麼你的電子報本身可以不用收到計算 這個部分的邏輯應該要一貫 可是他方其實始終沒有做回應 所以電子報的部分應該哪有管制 管制就這麼簡單 再來看這個MOD的部分 現在他方準備最多的部分 他方其實只想打一件事情 叫做告訴大家 現況下不管是透過公平交易發言 或是電信發言 或是通訊傳播準則 這些東西已經完完全全可以解決MOD的業者本身 跟這個內容的不對等的關係 可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舉證告訴大家 先確認有無的關係 就是本身頻道系統商 也就是MOD 他可以對於內容的頻道的整合性的服務 已經可以介入了 換言之NCC現在有在逐步開放 要讓MOD去幫助一些內容 這個狀況產生的時候 這個幫助是一體兩面的 這個幫助換言言也代表 他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這個部分在前面質疑答辯的時候 已經確認了有無的程度 他不是完全沒有介入跟干預的權利的 這是從第一個NCC放寬的部分來做解釋 第二個部分從我們在看說 所謂的公平上下架 這樣子光看法條定義 離實務操作實在太遠了 實務操作是長什麼樣子 叫做你要去跟這個MOD簽契約 簽民事契約 我們都知道 民事契約就好比這個樣態上是什麼 就像是我們本身 比如說去跟便利商店 然後再買東西 或是一些簽比如說電信相關的合約的時候 這一個類似比如說定型化契約的服務的時候 這個定型化契約本身的設定 難道沒有任何的不對等的關係存在嗎 難道沒有任何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想請問的是 在電信相關的法規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 比如說當頻道業者本身 要去舉證說 你對我有任何不公平的價格的時候 這個舉證是我們心中所想像的 如此之容易的嗎 顯然不是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的不對等程度仍然存在 關鍵只在於 我那個程度本身 能不能夠回來跟有線電視去做類比 好 接著再往下看 其實我們混淆了一個概念 一個叫做對於資訊的控制程度 我發現可以同意的事情是MOD 它的控制程度也許比較低 這個我發現已經承認了 但是影響力的部分 是他方從來沒有挑戰 這件事情是不容忽視的 什麼意思 意思是告訴大家說 雖然頻道業者也就是MOD 它要控制內容的這個控制程度 可能相對來的小沒有錯 可是如果當MOD跟這個系統業者 加總之後的總定位數超過15% 也就是線外下反媒體壟斷法裡面 所規定的這個標準 樂廳人數值的時候 它依然對於我們廣大的樂廳大眾 具有實質的影響力嘛 對不對 只是你充其量只能說 它被控制被篩選的可能性比較低 可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它的影響是無遠佛界的 這個時候你管還是不管 這個時候你管還是不管 這就是雙方最大的差別了 再往下進行損益比較 事實上對方被偶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並沒有認真的論證避害 什麼避害 他在前面的質詢答辯 試圖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叫做台灣的媒體本身 現在的關鍵不在於集團化 關鍵在於過分的這個分散 導致一些形三色的內容 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本身數位匯流的概念 跟反媒體壟斷法的概念 其實不應該相衝突的 什麼意思 對於線下本身過小的這些頻道業者 它當然有整合的權利 反壟斷法不是在反整病 不要栽贓反媒體壟斷法 我們反對的是你整病超過一定的程度 也就是三分之一 因為我們認定 當你的自由財產權的整病 超過到三分之一的程度 亦或是你的月聽大眾收視率超過15%之10 會跟我們一般社會大眾的言論自由產生相互抵制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權利會需要受到限制 你的權利會需要受到限制 所以在第一個 他方並沒有認真論證 情況下新三色的問題 到底跟屬於誰 再加上我們認為 這兩者根本不相抵觸的狀況底下 待會狀況沒有 如果繼續論證這個壁孩 也不構成實質的影響 再往下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認為說 在結構上面管制 會比內容上下架管制來得更為重要 原因非常簡單 在這一份媒體質疑化研究論文的結論告訴我們 眾向所述 在政府沿你傳播政策的過程當中 結構管制與競爭管制相當重要 不能只專注在內容管制上 因為內容管制只能針對違反法律規範的個案 每一個個案 當它發生了之後 你才能夠具體的下來認定 可是唯有在結構上面進行根本的管制 才會讓這些不公平的現象 在根本上面做到解決減少 而後 如果結構管制之下 還有漏網之餘 再由希望下那些法規去做規範 才是正本情願之道 社論到此結束 謝謝 請反方一遍上台質詢 總部您好 總部您好 問一件事情 您方跟我們 我方都承認MOD有影響力對不對 對 好 那有影響力就等於一定要管制嗎 呃 呃 不一定 所以您方有沒有論證到 它的影響力是足以需要管制的 不是 它的影響力就是當它定戶 加總之後超過15% 它現在還沒有超過 不是 但不代表它以後不會整理超過 我的意思是說 您方所謂的那種影響力的行為 的方式是透過這個聯合的 幫你促銷 不是 對方便有概念要分開 一個叫控制程度 就是對於您方所謂的資訊篩選的能力 我們在講的影響力指的是 它跟電視一樣 大家都看電視 電視的收視率難度計算 為什麼MOD的收視率可以不用難度計算 對方便有來 MOD的哪來的收視率 對方便有什麼叫 MOD是平台對不對 所以系統上有沒有所謂的收視率可言 但是 在它上面的收視率應該 所以收視率是頻道對不對 對 所以頻道跟MOD就不是電信 為什麼你要放到這邊來討論 對方便有 原因是在於 如果當系統業的本身要跨足頻道的時候 這個是情況下沒有考慮到 所以您方的意思是說 系統可以經營頻道對不對 在除了 這個 就只有這一類的 它具有高度的控制力 所以現在已經納入了 所以我們討論的是 這兩個東西有沒有控制力 我方認為有 你的比程度比較低 你的比還是體現在 MOD可以經營頻道對不對 MOD可以經營頻道 不用到經營 只要有影響力就可以 所以你的影響力 控制力 對不起 用詞不好控制力 你的控制力是什麼控制法 控制力就是在 兩個部分的矩陣嘛 第一個告訴大家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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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它如何對節目的內容 產生控制以及影響 對方便有 它可以透過 比如說我在訂定民事契約的時候 在裡面要求你比較高的價格 那這個時候 到底是誰要負起舉證責任 跟公平會提起訴訟 公平舉證這件事 有這麼簡單嗎 對方便有 聽我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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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 Seven被某些企業所壟斷 那我就可以產生 您方所謂的MOD聯合促銷行為 我把 中國時報跟奶茶一併促銷整合 讓買中國時報的價格比較低 您方這種行為要管嗎 這種聯合促銷行為 有什麼地方不對啊 對方便有 如果 第一個 它跟言論的集中度有沒有關係 如果有 你也要管 那它或許應該那會管 那您方認為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現況下有沒有發生 也是在您方舉證 我方看不到這樣的個案 您方講的例子 現況下也不一定有發生 我只是舉例嘛 討論一下 那只要它對言論的 有幾種問題 是有影響的 如果有 我不知道你的個案 因為聽起來太奇怪 但如果有 它當然應該拿進去 所以您方認為 即便是廠商的廣告行為 也要納入反媒體統合法管制嗎 不對 原因是因為 如果搭配你這個促銷行為 會讓它的收視率 超過15%的時候 當然要管 所以你是管收視率 所以你又回到頻道了嘛 對不對 我們講的是系統跨頻道 還有別的標準 比如說 一家系統本身 當它經營到頻道的時候 不能夠超過 比如說15台 例如這樣子的規範 所以對方便有 問題還是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就是 這個影響行為 如果它只是個聯合的 這個商業廣告行為 有什麼地方不對 如果它只是單純的 聯合商業行為 經濟上面的考量 歸公平交易法管 但是如果因為你的 經濟上面的商業行為 最後造成 你的市占率本身 譬如說超過百分之多小 那就是它譬如說 會受原本報業的規模去做限制 所以對方便有 但因為Seven本身 不是媒體 所以它當然不受 反朋友用法的管制 所以對方便有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管的對象 應該是頻道 不可以跟MOD 使用這樣的促銷行為 對不對 對方便有不對 因為如果照你的邏輯的話 謝光價有限電視的經營業者 你也只需要立一條法 告訴他說 你對於內容不應該有任何的干預 那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也不需要反朋友的辦法 再回答一次 管制的方式不一樣 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們認為 退到最後一步 結構上面的管制 才能夠減少個案的發生 結構上的管制 我這樣的管制 難道不叫結構上的管制嗎 沒有你這次直接規定了內容本身上下價 可是他會 因為每一個上下價 我沒有管他上下價 你剛剛講的所謂的 它的影響力 是體現在我可以給你聯合促銷的價格 對不對 不然是什麼 我們講的影響是指說 它不是一個單純公平上下價 這麼簡單的問題 是因為每一個公平上下價 都是一份契約 而每一份契約本身 都是私自一定的 所以對方便有 你的意思很簡單 你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可以透過其他的行為 讓你的更具競爭優勢 使得你的收視率很可能會高 高於您方所謂15% 是啊 是啊 沒錯 那曾中間的鏈結中間在哪裡 你幫我推論完了不是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方式 跟這樣的結果 究竟中間有沒有直接的鏈結關係 您方有沒有舉證 因為他不只做這樣的廣告行為 還有其他廣告行為 那您方是全都一定會 我真的不太懂你的問題 什麼叫其他的廣告行為 這一種是一種促銷行為 但是一家媒體 或是一家公司 它有很多種促銷行為 本身促銷的合作對象 不是媒體 為什麼要被管 請反方三變上台聲論 各位好 其實我非常可以理解 就是為什麼這場比賽 會變得這麼複雜 跟對方變成為什麼至今沒有搞懂 電信跟網路不應該管的原因 因為這兩個行業本身非常複雜 它牽涉的法條太多了 而且概念又很 概念又很 怎麼講 概念其實是很抽象 所以其實不是很容易了解 人物我在這裡向大家解釋清楚 對方變有認為 第一個 他們認為電信應該要管制的原因 其實就是MOD應該要管制 他們認為MOD要管制的原因 是因為類比系統業者 他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們說為什麼系統加頻道的影響力 超過5%應該要管 而MOD加頻道的影響力超過5%不用管 這是他們認為MOD應該要管的理由 可是對方變有自始就搞錯一件事情 是MOD跟系統業者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在反媒體壟斷法裡面 需要納入系統業者管制 對方變有你有沒有搞清楚 因為系統業者在經營的時候 它有個問題 它是區域壟斷的 我的線鋪到你家 別人再要鋪 它要花很大的成本 很困難 而且在頻譜輸送的時候 你的台數就這麼多 台灣總共才100多台的頻譜可以使用 所以系統在營運的時候 它天生的具有選擇頻道要不要上架的能力 導致它有言論選擇的能力 這是系統商必須要存在管制的理由 第二個 可是對方變有從頭到尾 有沒有類比MOD跟系統商 具有一樣的言論選擇能力 其實是沒有的 對方只是說 MOD它跟系統商有一樣的服務 可是一樣的服務有沒有一樣的影響力 你不要忽略了 MOD在電信法管制裡面 它對所有人你要申請來上架的頻道 它全部不能拒絕 它哪裡可以影響言論 既然它不能影響言論 它有什麼理由 被放到反媒體壟斷法裡面 第二個 對方變有說了 MOD可以透過幾種方式 去對於頻道 試圖影響它的營運 什麼方式呢 比方說 我可以幫你包裹 幫你組合 包裹組合 或是幫你代收金額 對方沒有 這就好像是7-11 幫中國時報賣給消費者一樣 7-11可以說 你買中國時報 我送你純吃茶 對不對 這是包裹組合 兩個一起買打折 它有沒有影響到中國時報的言論 完全沒辦法 什麼叫做代收費用 就是7-11把中國時報賣給消費者 從消費者裡面拿到10塊錢 再把他的費用轉給中國時報 能不能夠影響到中國時報的言論 完全不行 所以對方變有完全沒有辦法論證 MOD這一些開放的業務 它有任何可能可以去影響 在MOD上面上架頻道的言論 完全沒有論證 我再說一次 完全沒有論證 所以對方變有在 第一個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類比 MOD跟系統上的同質性 兩個被管制的員 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第二 他們又完全沒有辦法類比 目前MOD對頻道 任何影響性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不能成立的 我想起來還有一個很荒謬 就是MOD可以跟頻道 訂立民視契約 民視契約的上架價格 其實是由這個MOD自己訂的 第一個 MOD目前的上架價格 是NCC決議的 你不能隨便漲價 就好像系統業者 他現在的這個 向消費者收取的費用 是不能隨便漲價 目前在NCC的規定裡面 MOD向頻道業者收費費用 不可以超過80萬元 像消費者收取的費用 不可以超過每個月89塊 全部都有管制 剛剛沒有說的 完全不存在 第二個他們認為 要管制網路的理由 是因為電子報 是平面媒體的延伸 所以應該要管制 我方也承認 的確中時電子報 當然是中國時報的延伸 這完全沒有錯 可是問題在於 在平面市 我們要考量管制的同時 我們要考量到 是不是會有不當侵害人民權利的問題 在一般的平面市場 這個問題很好解決 因為報紙就是那幾家 對不對 報紙就是 報紙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報 等等幾家大型的媒體 瓜分了我們的報業市場 非常好計算 可是對方非常忽略 在網路市場裡面 無論您方用任何的指標計算 點擊率也好 這個流動率也好 無論您方 或停留分鐘數也好 用任何方式計算 都會有不當侵害人民權利的問題 因為網路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上面有娛樂有消費 當然有影視也有這個言論 什麼媒體都有 那你方如果把這個 電子媒體的這個點擊率 它在整體網路市場裡面 市佔率放進去算的話 其實你等於是在考量這個 平面言論市場管制的時候 把中國時報 跟這個7-11 或者是這個威秀影城等等的市佔率 全部納在一起看 這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第一個 假設中國時報 它其實要買一家網站 叫做露天拍賣好 它其實是個拍賣性質的網站 可是它的流量很高 但是它跟言論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這是另一種情況 那如果說這種網站你不管 那又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在現在網路經營的情況下 複合式網站是主要的 所有網站都可以提供資訊 謝謝各位 請正方二邊上台諮詢 正方便好 正方便好 正方便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電信業跨足IPTV產業 除了中華電信跨足叫做MOD 那台灣大哥大哥可不可以跨足 衛報電信可不可以跨足 可以 那今天MOD為什麼不能代理頻道 因為有黨政軍條款 因為它交通部裡面有股份嘛 對不對不對 為什麼不對 第一個MOD認定是電信事業信 它本身就是透過電信去傳輸的 所以在對方便好的狀況下 台灣大哥跨的也不能代理頻道 其他人跨的也不能代理頻道 衛報電信什麼都不能 兩層回應 第一個在NCC的決議裡面 你的性質只要是MOD 你就不能代理頻道 第二個我有第二個回應 第二個在MOD的這個結構 平面結構裡面 即便你自己有頻道 影響力一點都不大 因為你不能阻絕平其他頻道上架 假設你自己代理一個頻道 可是消費者不愛看 對方便好 如果我現在立刻馬上舉出一個 MOD代理節目的例子 林芳可不可以接受 接受什麼 對方便好你知道MOD有代理奧運的節目嗎 然後呢 對嘛 所以我今天不管節目內容是什麼 對方便好 MOD為什麼突然可以代理奧運的節目 他可以代理頻道的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NCC決議說要慢慢方寬 對啊沒有 林芳有任何資料 除了中華電信MOD那家公司本身代理頻道 還是其他業者代理奧運的頻道 然後讓在MOD上面上架 不是 是MOD他在自己的頻道上可以播送 MOD有自己的頻道嗎 林芳有任何資料嗎 在那一年的奧運上 MOD獲得代理權可以播送奧運的轉播 對然後這份資料在哪裡 對 但是我要證明的是什麼 我意思是說你的資料在哪裡 我要先確定有這件事情 對 對方便好 我可以先跟你 我想跟你講的是說 是 今天 今天MOD 我覺得應該是對方便好沒有看新聞 不過沒關係 今天MOD一旦可以代理奧運的節目 為什麼會有這個契機 這個契機來自於哪裡 NCC本來不是說不行嗎 電信法不是說不行 為什麼突然可以 因為慢慢放關了嘛 我有第二個回應 好 對方便好 即便MOD可以代理頻道 對言論市場也不會有任何 為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 只要他跟有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比較 他只要可以代理頻道 可以控制言論 不對 有線電視業者 必須要管制的原因 所以他可以選擇哪些頻道上架 好 讓你看到 這是兩層嘛 對方便好剛說 他先攻擊我方說 MOD不能代理 都不能碰到頻道 完全不能 所以MOD不用管 我現在告訴您方說 我今天有個例證 是他也可以 這件事情 把觸角伸到頻道手上 好 第二件事 對方便我們再說 今天您方所說的第二個 為什麼不用管的原因是 因為頻道 就是那幾百台必須要選 可是MOD是網路的 不需要選 對吧 他不可以選 對 還要根據您方法條上 他不可以選 對 對方便我們一起來看這份資料 是 他說 他說 今天在數位化頻道 網路頻道上 有所謂 隱藏性與非隱藏性的差別待遇 是 意思是什麼 他分了好幾類 第一類叫做優先權的選擇 這個 什麼叫優先權 你可以解釋一下 今天我要念一下資料 今天他說 將不同類型的封包 可以設定不同的優先權 意思是說 當我的線路 我可以感應 我介紹到某類封包時 假設我比較喜歡你這個頻道 你有跟我合作 我壟斷了 這是電信法面規範的歧視行為 就好像中華電信其實現在 中華電信其實現在 您剛剛不是說 這是電信法面規範的歧視行為 因為在電信法面 電信業者同樣也可以優先 把哪個網站的封包放在前面 這方便有 今天很怪耶 今天我是MOD的 我請你說這是電信法規範 今天我是MOD的系統商 他歸電信法規範 我為什麼不能決定 每個頻道優先次序 我給他頻寬的流量 我為什麼不能決定 可以嗎 但是我們害怕的是什麼 聽我解釋一下 你誤解這份資料的意思 它不是說哪個頻道優先次序 它是說在傳輸資料的同時 我可以透過封包安排 決定哪份資料先到你那裡 它是這個意思 這在現在電信法面就有規範 這方便喔 您知道MOD的傳輸資訊 跟有線系統不同的地方在哪嗎 MOD的隨選在於 你需要什麼資訊 我就傳給你那一份 有線電信是在於 我全部一起傳給你 所以說在MOD中 我只傳給你那一份 這恰好不就說 這恰好不就說明 消費者擁有資訊選擇的自由 而MOD沒有選擇資訊的權利嗎 對方便有 我方想要論證的是 今天在 如果我是一個系統的經營者 第一 我可以把我的觸角 伸到頻道手上 第二 即使好 我碰到只有一點點 但是剩下的我可以怎麼控制 第一 用民事契約控制 怎麼控制 就是在簽訂民事契約 怎麼控制 你方剛不是說民事契約 今天你們有規定 最高只能80萬嗎 對 那80萬以下的議價空間 是MOD強 還是小頻道強 你本來小頻道 在任何情況下 議員能力就有受限制 那是普通平台 舉例來講 我舉例來講 我解釋給你聽 就好像現在的情況下 TVBS 是系統上要付給他的錢 因為大家都要看 可是如果是華藏衛星台 或是這個佛光衛星 是你要付給系統業者 第一階段比賽到此結束 第二階段結辯會在 林響後三分鐘正式開始 現在請大家休息一會兒 好 我們第二階段的比賽 準備要開始了 OK 好 請反方結辯上台做結 謝謝主席 再次問候各位 在電子報的部分 由於我們後面沒有太多的討論 那我們現在最後一結辯 我也不想再多做琢磨 但我必須要提醒他對方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法來說 我們這個就算要管制的話 那你從頭到尾都還沒有論證 現在台灣的狀況 到底是需不需要 有媒體壟斷的問題 那難道你的反媒體壟斷法 也不用成立了嗎 所以東方畢爾 如果你想用這個算我們的話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 討論最多的MOD 東方沒有說 他有幾種可能去影響資訊 或是決定資訊的方式 讓我們想想合理嗎 第一種可能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透過民事契約 去跟你議定 你的上加費是多少啊 雖然有上限嘛 這個議定範圍 如果按照你這樣講 只要有這個議定空間 這可能就叫做 會干擾言論資訊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在711 你中國時報要上加在哪裡 他能不能跟你議定 可以吧 甚至你報紙本身 我紙頁跟油墨頁 可不可以跟你議定 你要多少錢 我賣紙給你 你要多少錢 我賣油墨給你印 這也可以吧 難道你的意思是說 這樣也叫做 可以影響言論資訊嗎 如果你這樣都要管制的話 我覺得這個實在太扯了 並不是這樣的道理 那東方畢爾回過台 認為MOD的服務本身 為什麼可以影響資訊 第一種可能 他的確不會直接經營 但他會代理頻道 那他對方最後 在莫子吐了一個例子 就說 嘿你看代理奧運的吧 我舉出來吧 東方畢爾你誤會 你說我不開心 我還說你沒看MOD咧 當時的MOD上 真正拿到奧運代理權 是艾爾達頻道 好嗎 那是頻道商拿到代理權 但是他是 MOD上上架的一個頻道 不是MOD拿到的代理權 因為我方一遍 家裡就常在看MOD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不要亂講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是 他是說 我們看你看 有一些什麼 隱性的影響方式 但我方不得不說一件事情 東方畢爾從頭到尾 並沒有解釋 那份資料 到底是指 他可能這樣影響 還是法規上 准許他這樣影響 兩回事 你拿一篇報告 可以跟我說 人類有各種犯罪之可能 但請教現在 現管法會下 都沒有限制嗎 不是嘛 我們就跟你講說 電信法有規範 從來沒有好好解釋過那份資料 而且在莫子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質詢欄裡 也告訴大家 他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 他可以決定封包的到達時間 哪個比較快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如同對方沒有在莫子說的 因為他是隨選隨看 那是因為我不同的消費者 我本來會看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當然要決定 哪個封包先到我這 如果我根本沒有選那個頻道 那個封包還根本就不會到我這來了 所以這個的決定權 根本不是在MOD手上 而且我消費者 我要看哪個頻道 你當然要傳那個封包給我啊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嗎 那最後一件事情 是對方便有告訴我們說 就算就算他不直接經營頻道 他也不代理頻道 他也不能用這種奇怪怪的方式 來影響說 誰可以上架 誰不能上架 或誰可以讓你看 誰不能讓你看 他還是有一種可能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用過一些促銷的方式 的確 我不會直接干擾 該份報紙 或該個頻道的內容 也不會影響其他頻道 要報什麼內容 可是這樣可以增加它的曝光度 也就是對方便有最care的實質影響力 也會增加 但是我不得不說一件事情 依據電信法現在的規範 如果你頻道想要用這種服務 來增加你的曝光度 增加你的影響力 請直接去上架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是請直接去談 我要這種服務 如果你認為這個服務有問題 的關鍵應該是 我可以有這種服務 但其他頻道通常不能有這個服務 那這個會是問題 可是線上市場不是這樣子的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合理的理由 不能夠拒絕你其他人也要相同的服務 所以 這樣 增加自己影響力的狀況 是大家都可以做 而且這個影響力指的是 頻道的影響力 不是MOD的影響力 那頻道我們都講過 它是在 廣電三法下規範 也會直接被 反媒體統合法規範的情況 所以 最後最後 對方表 既不能夠證明 MOD 電信會去篩選 提供 甚至去影響其他的方式 那我方並不認為 MOD是需要被 放入我們法媒體統合法規範 謝謝各位 好 請正方傑辯上台做解 謝謝 郭部長各位 總結這場比賽 基本上在討論這個變體的時候 的確因為涉及非常多的 不同的法規限制 還有不同的一些 比較專業的 對於電信相關產業的知識 所以在這個理解上面 在雙方工房過程當中 他們會有一些誤解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本身 我們在判斷這個變體的時候 納入網路電線 也就是網路跟電信本身 它對於我們人民知的權利 有沒有可能產生影響 然後接著再去看線下的法規 對於這個影響 做的限制是足夠還是不足夠的 判斷的標準其實非常簡單 那首先在網路的部分 我們的意思 因為對方被我在三遍深論的時候說 那譬如說如果 我露天的拍賣網 那我要去併營這個新聞頻道的時候 難道你也要這個去約束限制嗎 其實是誤解了 我們在前面最早一遍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 我們的標的是什麼 標的告訴大家是 實際上有產權的 現況下的媒體業者 網路去做延伸的時候 換而言之舉例 比如說中國時報 比如說旺報 比如說自由時報 這些有實際登記 報業營利事業登記的 這一些產權本身 當它在網路上有實質的 這個電子報的時候 它應該要被納入 它的訂戶數去做計算 為什麼 其實這個部分的邏輯 是很一貫的 就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當你的產權集中的時候 產權集中的時候 換而言之 它在網路世界上 跟一般的網民相比 它仍然有比較多的資本 為它的資訊去做包裝跟行銷 所以它的控制力度的力道 是比較大的 這個部分的影響力 不應該忽略做計算 這是在網路應該要 一併納入的意思 所以它的網路 譬 譬如說我訂中時電子報 那中時電子報 這一份報紙本身 它的瀏覽量 應該要納入它的發行 一併去做計算 這樣才是對於影響力是合理的 否則的話 如果有一家有登記的報業媒體本身 它雖然在實質上 它在發行上面 可能相對來的小 可能在媒體上控制了大多數的 這個電子報的發行數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不是同樣會對我們的媒體產業 我們的言論自由產生影響嗎 這是在網路的部分 那再來 看到MOD的部分 MOD的部分 其實它並沒有證明任何的避害 它只講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需要性 所以換而言之 他們要用現況下的法條 去證明到我們的MOD本身 對於平台內容的檢選本身 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干預行為 好 這是他們要論證的事情 好 可是在這件事情的前提底下 我們看 有沒有任何的跡象 認為說 實質上它具有影響力 我方承認 它的影響力 不是直接是代理頻道 他方剛才在質疑那邊 都只問一件事情 它能不能代理 能不能代理 可是關鍵的影響 從來就不止來自於 它能不能代理與否 剛才講的那個節目風暴的意思 是比如說 如果說我今天要篩選言論的時候 我喜歡你這家頻道 我不喜歡你這家頻道 我可不可以對你的包裝做得比較好 對你的包裝做得比較差 可不可以 再來 在風暴的意思上面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畢竟還是用網路 網路雖然相對無限 可是它還是有一定的承載量 當它的承載量到達上限的時候 它必須要做這個承載量去做管制跟規劃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傳輸只能30% 那你的頻道可以是70% 那這個部分 誰優誰裂誰來判定 還是MOD啊 還是MOD 再往後退一步攻防 他方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這些東西都希望它可以管 可是記住一件事情怎麼管 叫做我事後發現 喔原來你不公平 所以我把你抓出來 那對方沒有 如果我沒有發現呢 這件事情是好在我們發現我們的資訊本身 因為譬如說風暴受到了影響 受到了阻撓 所以我能夠提出來 我能夠受公平交易法的管制 可是如果沒有那個矩陣的能力的時候呢 所以為什麼回歸結構管制這麼重要 因為唯有結構的管制才能夠真正的保護到言論自由的多樣性 而在結構管制的層次底下 有任何的疏漏之餘的時候 用現況反而管制才是良善之道 謝謝 非常精彩的比賽結束了 但是我心中卻有淡淡的哀傷 想到你們有一隊要暫時殺場 然後我又想到這三位評審老師 搞不好那評分表沒有辦法寫了 不曉得該給誰高該給誰低 然後我們現在來聽聽我們教授們精彩的講評 我們是不是先請 玄壯大學陳偉之陳教授好不好 謝謝 來 主席 各位評審還有六位辯士各位同學 我想這個辯題本身是反媒體壟斷法 他已經給了一個肯定的這個意涵 那現在問題就是網路電信要不要納入了 那麼純粹就今天的辯論來講 我覺得在深論的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有賣點 但是呢我感覺就是說 你在依賴文件的那個程度上面 有一些辯士可能稍微嫌重了一點 特別是在宣讀文件的時候 低著頭 我想這個是一個缺點 應該是各位辯士盡可能的 把你要表達的內容 在事前有一個熟悉的準備 那麼面對觀眾或者評審 直接論述 我想會更好了 那麼在質詢的部分呢 應該是針對對方辯士 所深論的一些內容 你能夠抓住一個重點 或者說他的弱點 直接來詢問他比較好 因為我總覺得你剛開始 用一個比較柔弱的方式 想慢慢誘導他進入你的這個陷阱裡面 有時候反而把你要問的議題 要模糊化了 所以是不是建議直接抓住他的要害 針對他的要害 讓他來回答你 另外在答詢的部分 我想不回答 甚至出現這個反詢問 都有這個現象了 我想這個可能 勝敗的關鍵在我來看呢 就是後面那個答詢 如果你能夠仔細地聽 還讓對方問你的問題 因為你的答話 答得很精準 讓對方啞口無言 我想這個就是你在辯論的時候 成敗的一個關鍵 至於說這個題目 要不要納入網路電信 是因為牽涉的層次很多 所以就這個實質的問題 我想後面 也許另外兩位評審委員再來回答 謝謝 謝謝陳教授 我們下一位是不是請文化大學蔡教授還是 夏社長 兩位評審還有這個正反雙方的這個辯論隊伍 在座的聽眾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這場辯論 聽到的這個兩個隊的辯論都非常的精彩 感覺上就讓我們回想到當年 我甚至於不敢說我們當年會比他們現在好 這是對各位相當程度的肯定 我覺得這次學習成長辯論的過程 對各位的將來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基本上我先談正面的 然後再談一些負面的 然後再提供一些其他的想法 先談正面的 我覺得大家都非常的用功 那資料準備的相當的充實 而且對於這個辯論的內容 我覺得也有相當程度的消化了 不完全是照片宣科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值得假許的 另外我也在這個過程中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看到了雙方面在辯論的過程之中 有一方的隊伍在小聲的彼此交談 那然後在辯論的過程之中 我也看到強化自己這一方面 這個比如說是反一強調反二反三 曾經講過的話 那正一或者正二他就引述自己隊伍 曾經講過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感覺像是一個team 大家在相互火力支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情形 要不然就會流於各說各話 雖然落者是同樣一個主題 但是讓大家可以感覺得到 你們是一個團隊 你們彼此在火力支援 強化自己的論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值得肯定的 另外就是比較如果說是 我也看到了這個是政大必隊 還是有準備這個手板 準備這個大字報 我覺得這也是應該肯定的東西 但是很遺憾的 我也看到了偶然有一兩位 仰賴資料 或者是有一點點造成稿子在講的情形 我覺得如果談數字 談法條 這個必須要按照這個書面的正式的東西 要有憑有據 但是除此而外 其他的最好你就是有一些 所謂的Outline 來提醒自己 你要講些什麼東西 然後避免照著稿子來講 我想這個會對 這個辯論給觀眾給評審 一個比較正面的印象 還有就是我也看到的就是 在這個交互結問的這個過程之中 有時候就打斷對方 有時候不讓對方把話講完 有時候 連我們聽都聽不清楚 你們彼此之間在論證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甚至於在某種程度上 當然這是個辯論的技巧 我們用英文講是 Force word into the other side 對方不完全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就活生生地把這個話 塞到對方的喉嚨裡面去 說對方講過這個東西 這個當然我可以理解 這是個辯論的技巧 但是如果讓評審或讓外界看出來 可能不是非常正面的 好 那我另外就談這些有關這個題目的問題 其實就像我以前也講過 我們作為一個評論人 我們基本上應該保持所謂的價值中立 我們不應當 如果我們有先入為主 那我們就覺得有一方的論點可能是有問題的 好 我們基本上抱著一個價值中立的態度來看 尤其我不是學媒體出身的 我們學國際政治 安全 戰略這些東西 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覺得政府的政策要有可預測性 我們覺得政府的政策要有一貫性 你不能說同意這個 反對那個 反對這個 同意那個 或者是你選擇性的執法 選擇性的處理問題 尤其是法律要有一體適用性 你不可以選擇性的 比如說在這個辯論的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同學提到了 這個是所謂的疑慮 風險 程度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大家可以把這個東西跟你們辯論的主題 做更緊密的結合 現在在某種程度上是說 或者是政府單位 想要採取的一個是 預防性的措施 尤其是照正方的這種講法 因為它有這個風險 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 那為什麼對某些事情 它是採取這種預防性的 但是對於另外一方面 它又採取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這個我是覺得大家在論證的過程中 可以適度的強化 那強調我們的政府的政策 可以因為不同的事情 或許有某種程度的一些調整 但是政府的政策 必須是要有一貫性的 是要有可預測性的 那法律是要有一體適用性的 不能夠有強烈的這種偏好或者是選擇 我覺得如果可以把這些東西 徹底的凸顯出來 讓我們一般的這個閱聽大眾 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這種認識 我想會是比較正面的 好吧 我就簡單的講到這裡 我還是祝福各位 大家表現相當不錯 只不過就像夏真講的 這個我們終究要有一個 勝負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好 謝謝 謝謝蔡教授 我們請台醫大賴香薇賴老師 夏社長兩位評審 六位辯識在場的親友團 我很簡單的補充三點 第一個 這個題目是反壟斷法 反媒體壟斷法 那反媒體壟斷法 不是反媒體控制法 那它的主要的意思就在於說 媒體市場不可以出現壟斷的情況 所以它是一個宏觀的一個概念 那剛剛兩隊的辯識一直在討論說 媒體可不可以 這個平台可不可以去控制媒體 這個不是反媒體壟斷法的宗旨 所以細節的部分 媒體如何控制或能不能控制 這個不是反媒體壟斷法的一個宗旨 所以剛剛兩邊都變得很精彩 但是稍微有一些些離題 那另外一個 其實兩隊要來做這個攻防 很有趣的一個論點 比方說正方覺得應該要納入網路媒體跟電信媒體 那這個主要的可能就是說 到底網路媒體電信媒體算不算是媒體市場 如果算那當然要納入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公點 那其實剛剛這個反方有一個論點也很有意思 如果正方要把網路媒體電信媒體納進來 那我們就擴大正常 所以你們剛才其實有提到便利商店要不要納進來 那我今天我到小吃攤看報紙 那小吃攤要不要納進來 哇這個沒完沒了 所以總是要有一個界限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反方可以攻防的論點 那但是我剛才看到正方反方都沒有從這個部分 去做所謂的媒體壟斷 那個壟斷的意思 我相信在座大概應該沒有學經濟學的 所以可能對於壟斷的意思沒有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第三個小的建議就是說 剛才在雙方攻防的部分 有一些小小的錯誤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 正方反方都一直把中華電信的MOD 拿來做網路電信的代表 但是中華電信的MOD它是一個特例 因為它有黨政軍的問題 所以它不能夠去經營媒體 是因為它有黨政軍的背景 那麼其他的媒體呢 其他的這個網路或電信 比方說剛剛已經提到了 台灣大哥大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 跟中華電信性質類似 但它背後沒有黨政軍 它就可以經營媒體 所以剛剛其實已經談得很接近了 忽然又跳掉了 去談這個代理與否 其實你跳出中華電信MOD 那麼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攻防 那第二個 中華電信MOD是不是不能夠去審 不能夠去排除 那個反方三位同學 你們自己成立一個公司 你去跟中華電信MOD申請要上架 你看它會不會給你上 絕對不可能通過 那麼中華電信也確實有 在這個審上架的時候拒絕的案例 這個我想資料可以再找一下 做一些這個參考 那我想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小的細節 如果各位連這個小的細節 都注意到的話 那我們這個當老師也只好退休了 因為各位表現都已經比我們好太多了 那我想 以上是非常簡單的講評 謝謝 好 這個到這個最後 比賽前最後最緊張的時刻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艾爾達公司是中華電信投資的 如果你們進入到最後的話 就把這個小小的那個 跟你們講一下 然後我這個還是得要照本 宣課念 我非得要照這個念 然後我特別說明一下 我唸的這個評分單 跟裁判老師的做次 跟剛才的講評的順序 都是沒有關係的 來 第一張評分單 187比171 正方勝 第二張評分單 160比174 反方勝 第三張評分單 我這怎麼唸呢 157比152 正方勝 這一場比賽 正方2比1 正大B隊 勝出 恭喜 謝謝 謝謝